从台湾放眼国际 从生活挖掘商机 并不特别的担心 那不担心不是因为说 这件事情不重要 而是在于 面对行情所有的变化 变数 其实呢 保持自己的心情平静 你才能够客观的去观察 客观的去拟定策略 那我想目前 魏昂老师几个想法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中美贸易大战 那理论上呢 这个叫做七商权 那商人也商己 可是呢 我们看到 大陆股市破新低 但是呢 美股维持在历史高档区 做整理震荡 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 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各位要知道 纳斯达克跟台股指数的相关性 是高达九成 所以呢 如果纳斯达克指数 走多头强劲的格局 那么台股呢 会有一定的支撑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台股 内资跟外资 在过去这一年以来 巧巧的呢 主客意味 到底现在谁是 控盘的关键 台股呢 占上万点 已经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 从去年五月 到现在六月 好 那么指数呢 就是慢慢的盘间往上 可是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外资累计现货卖超了3137亿 台子期的多单 累计减少了3万口左右 那么这3万口呢 我再把它算了一下 差不多相当于640亿元的部位 好 所以呢 在过去这一年 台股 站稳万点的行情当中 外资现货也卖 期货也卖 等于呢 期家现货 差不多呢 变现提款 3800亿元 好 那在历史上 不要说一年的时间 任何一个波段 外资如果卖了 2000多亿 3000多亿 台股呢 起码都是跌上千点 几千点 但是呢 这一次外资 卖了3800亿 台股呢 反而从1万点 涨到1万1000点 这个就是呢 控盘的主角 巧巧的 从外资 变成了内资 那么 现在的中美贸易大战 它当然会持续的 影响外资 所以外资卖超 外资多单 继续的减少 这个都不意外 好 可是我们看 今天的台股 开低 还是呢 有弹生的力道 那么就目前来说 指数在 10800到10900点这边 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 那就表示说 内资并没有 弃守台股 那么在减码 卖出台股的 仍然是以外资为主 好 那更何况 如果就整个台股来说 时间拉长一点来看 整个上升的趋势线轨道 大约落在10750 10750 这个位置也非常接近年线的位置 换句话说 其实台股如果从技术面 去寻找中长线重大的支撑 距离现在的位置 也大概回档空间 100多不到200点 所以我想眼前 当然行情震荡 心里面会比较难熬 因为股票多数是下跌的 的确是多数是下跌的 各位看看 今天台股呢 弹上去 最后只有小跌 可是呢 今天下跌的加速 566加 上涨的加速240加 下跌的加速 仍然呢 远远的超过上涨的加速 多了一倍以上 所以 行情震荡 当然还是呢 会让心情呢 比较不舒服 比较呢 会担心 这个都是人之常情 可是尽可能的 让自己保持在一个 关心中美贸易大战 但不要特别担心的情绪 你才能客观的 拟定策略 那我在前两天的节目 也跟各位提到 其实 现在的策略 首先呢 你让自己的持股降低 那现金比重拉高 我建议呢 就是持股 大概就是五成 或更低 那另外来说 手上要抱什么股票 当然就是避开 外资会去砍杀股票 以内资的股票为主 可是呢 在操作股票的时候呢 很多投资朋友 会犯了一种 常见的错误 就是呢 我们来看这张循环图 像今年有很多主流股 包含像被动元件 矽晶元MOSFET等等 在他们连续上涨 倍数大涨的过程里面 多数的散户 是选择观望 甚至还放空 那股票的筹码 都被主力跟法轮买走 所以呢 一路的大涨 那散户因为一开始 错过了行情 所以后面呢 就一直观望 那么通常在一个行情 涨得最凶的时候 散户呢 通常都会来不及上车 那直到呢 所有的疑虑都解除了 所有的利多都出来了 散户终于认同了 这样子的公司 这样的股价 然后会开始等待 拉回的机会进场 所以呢 有时候股票呢 已经大涨 甚至翻倍冲高之后 散户往往都是在 高档转弱之后 才开始进场 而误以为自己 是买的相对安全 因为不是用追的 不是用追的 是等待拉回的时候 才进场 可是这个拉回 有时候 它可能已经是 高档转弱的拉回 甚至对于 有些股票来说 它可能是空投趋势的开始 散户才进场 进场之后 反弹不过高 再拉回 散户甚至呢 有钱的 会再进去加码摊平 一直到呢 股票越跌越深 反弹出现 也不愿意停损 最终呢 到了整个行情失控 大跌的时候 所有恐慌性的卖压 利空全部都出来的时候 散户才会一股脑的 杀低股票 那往往就在散户 最后呢 恐慌杀出之后 那股票呢 才有机会沉淀打底 那沉淀打底的过程里面 甚至 还有少数的散户 手中还有部分的股票没卖 这时候呢 因为呢 耐不住盘整 也全部出新 就在经过了恐慌杀低 跟盘整之后 散户的手上股票 几乎都没有了 股票呢 才又开始了 进入到多头回升的循环 这就是股票呢 上涨下跌多空 不断交替出现的循环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活生生的发生在 今年的强势族群里面 包含像被动元件 包含像细晶元 所以各位看 这一波 威洋老师 在六月初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了 我们出清被动元件 只留下国具 那反而很多人 在高档 才跳下去买华兴科 或者在高档 才跳下去买大翼 那现在 很可能就急得 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你看看华兴科的走势 你看看大翼的走势 是不是跟威洋老师 讲的一模一样 当初呢 连续大涨 背书上涨的时候 是主力在买 是法人在买 而散户呢 是等到从高档 下跌之后 以为是逢低买进 可是呢 买完之后 怎么还有更低 怎么持续的破低 那各位 因为呢 散户总是 看到已知的利多 才去做追高 而法人呢 都是领先知道 潜在的利多 而低买 就像这一波的 被动元件 我们以大意来说 我们在46块进场 法人呢 也都在底部区进场 散户呢 可能是在呢 140 150进场 以华兴科来说 我们在100多块进场 法人在100多块进场 散户呢 可能是在380 390 400进场 因为呢 这个时候利多最多 那涨价缺货 所有的散户 这个时候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才产生了信心 那跳进去买了之后 才发现 为时已晚 那回到被动元件上面来看 我说 这一切的一切 还是呢 要看了 国具的表现为主 那不过国具在7月9号 要出权出息 而且不只是有现金 它还有股票鼓励 这个呢 一定会压抑到 出权息之前的走势 所以我认为 目前呢 被动元件 国具没有表态之前 整个行情 最好的情形是区间 那不排除有一些个股呢 在过去如果有超涨的情况 这个时候也可能 会跌得比较深 这个是操作上 大家请注意的 那今天鸿海股东会 除了鸿海本身是焦点之外 那么其实今天 郭台铭董事长 帮一个产业 算是呢 提供了他背书的看法 透过大数据 提早掌握缺料状况 郭董证实MLCC缺货 这边有提到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他说呢 国具生产的MLCC 真的缺料 因为包括春田太阳优电 都把产能移去做车电 这是事实 好 那各位要知道 一个产业 最客观的评估方法 不是从这个产业的本身 生产这个产品的公司 他的口中 说出来的讲法 而是什么 透过他的同业 他的竞争对手 还有他的上下游 那国具是被动原件的龙头 他是鸿海的上游 鸿海是下游的组装厂 你从下游的大厂 他的看法里面回来 看这个产业 就会很清楚知道 这个产业是不是真的 这么缺这么旺 所以我想其实被动原件 MLCC是真的很缺 店主也是一样 那只是呢 这个产业 我多希望你们是早一点认同 早一点知道 他真实的情况 而不是等到最近利多很多 甚至连今天 郭台铭 郭董 都跳出来背书了 不是这个时候 你才相信他缺货 那延续我昨天 对被动原件的结论看法 涨价缺货是真的 基本面真的很好 但是呢 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时候 你操作起来会很容易 也会赚得很多很多 可是当多数人都知道的时候 操作难度就变高 所以你如果目前 有被动原件操作相关问题 一定要赶快来找魏阳老师 每一次的财富重分配 不在于你买了什么股票 而是你何时卖了股票 有卖才能够有钱 再把握机会 权威计划 武邦尼到底 特别降低门槛 最后一天的机会 请大家好好的珍惜 好好的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郭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今天我们下一次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一次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那既然目前的台股走势跟行情 其实是由内支来控盘 那内支会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那当然你就要好好的去思考 我想其实内支喜欢的股票 是有题材 有利基 有转基 低价 中小型 所以在这几个方向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 有一些股票的亮点 在最近的中美贸易大战之下 还能够持续的绽放出来 那不过内支当然他们的操作手法 也比外支来得更犀利 在短进短出的频率上面是更高的 所以你即便有注意到了 哪些内支琢磨的好股票 强势股 标股 也千万不要冲动追高 因为很容易会被修理到短线 因为内支就是喜欢呢 在短线上面上冲下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4944赵远 今天呢 丝毫也是没有受到盘式的影响 又往上攻高 那赵远呢 已经创下了收盘的新高价了 这一波家族朋友呢 在一字头进场 到目前累计报酬率 已经超过了三成 那后面 他会有更多的利多 慢慢的出现 那我们先去追踪观察就是呢 他的减资跟私募的计划 那一家公司 为什么要办减资 为什么要办私募 你要知道 这个都是代表 其实公司有想要 转型跟突破的企图心 那这个其实就是符合 转机股 选股的必要条件 那另外我们提到 在这个特定的分点部分 康永哥索马在一档 2340光磊 那光磊昨天呢 是已经攻高到涨停 今天早盘呢 又创高 逼近涨停板 不过呢 五盘过后呢 翻黑 来到了平盘附近 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像这种啊 内支锁定的 尤其又是呢 低价转机股 很容易上冲下洗 很容易 所以你不要说 有低点的时候 不去把握 结果呢 看到它喷出 往上拉抬的时候 你才呢 跳到陷阱里面 那追高 杀低 都是不必要的 那重点是在于 你对于它后面 到底会有什么新的利多 或者是有什么样实质的转变 你能够没有真正的掌握住 那以光磊来说 以感测元件为主 目前呢 除了车用电子的需求部分 那受惠于新一代的 Apple Watch的订单 那苹果的Apple Watch呢 是目前全世界 最热销的 智慧型手表 那在新功能部分 它会加强感测 那这个部分 是光磊 所掌握到的新商机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 订单加持 在下半年年底之前 它会再扩产 所以会加入新的营运动能 那我们也看出这一波呢 LED的相关股票 也慢慢成为台股的一个新主流 那当然主流当中 我们总是呢 把握住最强的指标股 那这一波就持续的 好好的来操作光磊 那另外呢 莱德的部分 受惠于以前没有 现在有未来会更多的 AD归档光碟的趋势 那目前成为呢 松下 Panasonic 在海外唯一一个合格的代工厂 那从7月份开始 正式要量产出货了 那未来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量 会非常非常大 除了大型的云端资料中心之外 还有到一些一般企业 B2B的市场 那么依照Panasonic预估 明年全世界需求量就超过5000万片 到了后年会超过1.1亿片 那甚至这个数据都还有机会在做上修 所以莱德将来呢 会有很实质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爆发 所以这个题材 它会发酵 你一定会看到 但是呢 它是长线 它不是短线 这个必须要让各位很清楚知道 有人认为说 莱德 第一季还在亏啊 以前的业绩不好 所以这一波涨上来是炒作 抱歉 我不同意这个讲法 股票会不会涨 还是应不应该跌 是跟它未来有关 跟过去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当然也有人认为说 这个莱德 既然有这么大利多 所以好像就应该要 飙啊飙啊 每天飙 抱歉 这个看法我也不认同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刚才讲到很多低价转机股 中小型个股 这些个股就是那支喜欢的 所以它很容易出现 上冲下写的震荡 更何况你想想看 这种价位30几块 甚至像莱德20块不到 是不是很容易 让散户跳进来 那当然散户一般来说 心态都是偏短 所以呢 进来就是要马上赚 但是真正的控盘者 又怎么会让散户称心如意 所以当短线有越来越多 散户进来的时候 它短线就越不会涨 这个就是各位要了解 筹码的奥妙 那这一波你说涨幅这么大 从7块涨到了将近20块 那目前虽然它今天跌停 可是你要想想看 你不能光看今天跌停板 如果你把6月以来的走势 画出它的区间 这个已经是很强的格局了 一档个股从7块涨了两倍 那到现在还能够维持在高档的一个区间 横盘整理形态 这已经是非常强的了 甚至它如果拉回修正 我觉得都是合理的 如果筹码乱 那可能就会跌得深一点 不过我从周线上面来看 我觉得 真正中长期跳进来散户并不多 我们看到千张大户的持股 连续的1234567周增加 而且创了新高 代表目前其实散户在波段的角度来看 仍然是远离来得的 或许有一些是短线跳进来 短线会跳进来 只想要冲个短 但是真正中长线能够像我们一样 波段抱住 而且赚了倍数还抱住的 其实只有大户 因为波段大户已经连续7周 都是呈现正成长 下礼拜有机会让周KD 形成高档的强势顿化 守住本周的低点就有机会 最坏的情形就算它拉回 我认为拉回到这里 让技术指标降温到50附近中轴 再往上攻 再走一个波段 我觉得都不是坏事 所以操作上面 你用趋势的角度去分析 去看待 你就不会做错边 就不会太心急 那么这一档秘密武器 目前全世界能够跟它竞争的对手有限 股价在本周以来也是强势的表态 我想在贸易大战的前提之下 当然选股操作都不能心急 当然以内资所选定的一些标股来说 有一些股票在震荡的时候 你真的应该好好把握 不要因为随着市场的消息面而恐慌 那在这个行情当中 有很多的投资朋友 一直做错或一直错过标股 原因是在于自己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去追高了原本的强势股 或者是一直套住弱势的股票 其实如果你能够早一点去面对 持股套牢的问题 跟着渭阳老师来调整 想想看 假如你手上早就有大益 这个波段涨了两倍多 你原本亏损的股票如果换过来 你是不是早就解套 而且还大赚 同样的如果你原本的股票不好 假如你四月份就来找渭阳老师 跟着我换到华星科 这一波大涨了倍数 你也早就解套大赚 同样的包含像九豪涨了67% 大宇之也涨了53% 这些强势股都是我们从底部开始进场 你一路看着我追踪分析到出场 获利收割 如果你不想再错过下一档标股 你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不要再给自己任何犹豫的借口 大义12根涨停 华星科9根涨停 九豪5根涨停 大宇之5根涨停 这些股票每一档都是底部跟各位讲 每一档都是在我们操作的时候 几乎天天帮各位追踪分析 如果你都错过了 甚至有些人还自己在高档的时候 才跳下去追现在被套牢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一切的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 下一档重压了波段标股 复制大义华星科的成功模式 你现在跟上我们脚步还来得及 曾经有一个小男孩在搬石头 爸爸叫他要全力以赴的搬 小男孩试了老半天 那个石头啊 闻风不动 因为很大 比他的身体还大 他告诉爸爸 爸爸我真的没办法 我已经全力了 爸爸告诉他说 孩子 你并没有真正的全力以赴 为什么呢 所谓的全力以赴 第一 是付出所有的努力 第二 想尽所有的办法 第三 用尽所有的资源 而爸爸 我就站在你旁边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来找我帮助 找我陪你一起来搬这块石头 所以孩子 你虽然用了很多力气 也受了挫折 可是呢 你并没有真正的全力以赴 所以各位朋友 中美贸易大战 我知道你紧张 我知道你 担心手上的持股 可是 你真的全力以赴的 解决了问题了吗 想要改变自己的财富 想要创造自己的获利 想要掌握属于你的涨停板 就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给自己 任何的借口 任何的理由 现在就把电话拿起来 直接拨通 没有任何的理由 特别帮各位降低门槛 每一次的财富重分配 不是在于你买了什么股票 而是你何时把股票卖了 有卖才有钱 再把握机会 权威计划 我帮你 我帮你 威廉老师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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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天 我帮你 欢迎大家把握机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我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帮你 我帮你 如果我们来帮你 比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的话 我帮你 我帮你 是我老师 我 帮我 感谢观看